不一定剩這麼急啦 這樣知道嗎 然後修打三個問號代表 不一定他們修啦 因為我們不是有談到一個所謂旺帥的變化 三樣的認真各位講 還關於品節時常 十個急凶星數之間 會不會相生相克 相生是要加分 相生是要減分 那如果疾心被加分的話 當然就 哇 這個疾心就怎麼樣 是不是很疾 那如果疾心被剋 就是被減分呢 那就是疾敗兇 你不一定會很疾 就算你會有這種疾心的 好棒好運氣 天天可能是怎麼樣 短一短的那個時期 昂花一現 知道嗎 就是說你可能有一個正觀 比如說我們看要做定盤 都會有正觀 假設我們做財管領是正觀 正觀是不是可以當老闆 官就代表做官嘛 當老闆嘛 那如果你的官領被剋 被什麼剋 被參觀 那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你這個老闆做了久嗎 絕對做不久嘛 最典型的案例呢 就是你們面前這個黃老師 我開過三家老闆 做了三個老闆 我正觀很旺喔 我正觀跟月珠透乾喔 所以 最典型最標準就是什麼 老闆命 但是很可惜的 我知道正觀旺不旺 不旺 為什麼不旺 因為我有兩個三觀 三觀是不是剋正觀 所以各種相聲 各位要把它了解得很清楚喔 我正觀是個老闆命 但是我三觀很旺 那貝克的話呢 一個三觀可以打兩個正觀 所以我兩個正觀 一到兩個三觀呢 各位體會一下 三觀贏還是正觀贏 當然是三觀贏嘛 知道嗎 那三觀贏表示 我可以當老闆 我有老闆的命 我有事業運 但是呢 開一家公司 這場的 一家建築室內設計公司呢 開三年 做不下去了 結束 然後 在我自己附近的 外銷電機工廠裡面呢 前後呢 待了六年 你看他是從小到大 待到大 來不下去 所以那個正觀所帶給我的事業運 因為受到三觀的 減分相克 所以我那個正觀的四個集心對不對 他是旺還是帥 帥了 這樣了解了嗎 所以你可以當老闆 但是 有沒有可能讓你當一輩子 有沒有可能你這個事業做了以後 哇 可以從三十階創業 然後做到六十歲七十歲啊 就是像華爾街做到九十歲呢 然後 還對秀 你這個機會啊 知道嗎 了不起 那你做了兩三年 你說 會起變化 那你公司就收掉了 好 這個就是 急心 你要旺 你這個極度呢 才會很長久 很穩定 那換一個角質來講呢 我們剛才講四大胸心 那你這個胸心 如果旺的話 它表示什麼 你就會 衰衰衰一直衰 保證到老死 會不會這樣子 會喔 很多人都是如此喔 可是如果你的胸心是不旺呢 那就怎麼樣 那 保證就怎麼樣 一死的而已啦 是這樣的立場來看 所以這個旺實在重不重要 第一個 第一個 你要了解其胸 第二個 你要了解旺衰 這樣知道了嗎 所以在旺衰之間 也沒有一個 一個什麼 一個什麼 當然有 那個叫 那個叫 半壁加三格 那個會 很長 那個會更長 那立舉裡面 會有這種討論到的情意 就是 你的胸心跟急心 剛好 兩相對峙不下 那兩相對峙不下的話 就是像三國演藝 知道嗎 就是各分攻西 然後呢 隨時都處在那種 征戰的交接狀態 那會形成叫做 好 潤的衝突雙突的個性 那是很不好的一種 那不是一件好事 知道嗎 這以後在中間都會交到 好我們先來看一下 這個命局裡面 一間 十神 七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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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間 那我發現 永遠強烈的特色 七殺幾個 一個 兩個 三個 四個 所以明顯的 這個七殺星數呢 就變成我們這個命局裡面 很重要的主角 八字 就是所謂的溝通組合器嘛 那 你忘了 這個 是不是會變 顯性 老師也會再談到那個 旺跟川 多跟少嘛 那有 一二三四 你看七個星數他就站四個人 那 不找他當主角 找誰當主角 七殺一定是這個命局心裡面主角嘛 就像我們在炒一盤菜 來 如果你是呢 空心菜 炒肉絲的話 你空心菜 放很多的話 那個主角一定都是什麼 一定都是空心菜 那肉絲就變成什麼 複星嘛 啊 就像我們指揮斗樹裡面 是不是這樣 主星 再來 主星嘛 所以主星都變成是複星的意思 所以 你的主角星一定就是複星 所以今天就告訴各位 當你看到命盤的時候呢 你一定要先把主角星找出來 因為這就是你命盤裡面呢 最重要的 那主角星很簡單呢 就找最旺盒 第一個 最旺盒 第二個呢 找命盒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就叫命盒 是我們把主角星找出來以後呢 我們馬上就可以論述 這個麵菊 它的本命個性 是癸水 如果它是個女命來講的話呢 我們馬上就要把腿水的特性呢 就讓我們趕快想一遍 我們的腿水是像雲霧 那雲霧呢 是不是最 最 形狀最不固定 就像那個雲一樣有沒有 雲飄在天上的話 有沒有這樣隨風飄來飄去 它有沒有穩定性 它不穩定性 它穩定性是最不好 我們先想一下 想像一下 這個命主裡面呢 甲乙骨已經勿起 更新人腿 最不穩定性呢 各位想像一下 是哪一個 是不是就是癸水 天上飄來雲 個性很不穩定 再來 很不穩定 我們就延伸出來 就像球腰裡面那些女主角 都那個 雨萌萌 水萌萌的 是不是都在不萌萌的 好像不食人間 有沒有 所以相對的 癸神命主的人呢 也最不切實際 最會怎麼樣 不是在想 因為她的個性不穩定 今天問她說 你想不想賺錢 她說 賺錢有那麼重要嗎 那你想不想炒一個好老公 她說 炒一個好老公 難道她就會愛我嗎 你到底要什麼 她說不知道我要什麼 反正呢 就放放放 放到哪裡 在哪裡 這就是賠水的特性 因此呢 我們就把這個特性給抓住了 當一個人 當一個人 她的本命個性 是比較呈現這種不穩定性的狀態之下呢 相對的 她往後來從事事業 從事學業 跟人相處 跟她先生相處 發展她的感情 會不會很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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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為什麼講這個 本命連神 就代表一個人 列在個性 它最最重要 其實一個漸漸的例子 如果你的小孩 你有兩個兒子 一個是假木 一個是肥水 你假木的兒子跟你講說 媽媽以後我要當醫生 那你覺得 你這個假木的兒子 要當醫生的機率性 有多高 我可以告訴你 5% 那如果你另外一個兒子說 是癸水 然後跟你講說 媽媽 哥哥要當醫生 我也想要當醫生 那他當醫生的機率性 有多高 如果你的 假木的兒子 是70%的話 我看他 癸水的兒子 連30%都不到 那你瞭解了嗎 這個就是假木跟腿水 你看他們的基本個性